政府宣布民众可以钓鱼之后 巫统主席拿多斯林阿末扎西也蹭热度 利用这种休闲活动也与某些人喜欢用钱来钓人 拉拢支持 阿末扎西中午在脸书分享一段在屋外钓鱼的视频 并在贴文写道 称赞政府开放钓鱼活动写满了锤钓的好处 之后就突然杀出了一句 说自己其实是钓鱼高手 从小就喜欢钓鱼 但他不会钓人 因为钓人需要用钱 这么做并不好 写着写着钓鱼心得 他突然又说钓鱼难 要钓到大鱼则是难上加难 因为得使尽全身力气 手脚并用